台港国家公园尘塞防风林一几年来团出几天的火警 商业中的连刷3-3日 热掉10几公斤的木马房穹拿 对处议员过情话 最后邀请上官党委教区记者会 这会探讨如何保护这座城台保护区 夏天到了 夏天到了时钟 我们的关系没有很周延 没有很周延的时候 有时候都有一些人进去里面 可能没周延 我们也不敢说他条线阴灰 就是没周延 没周延的时候 有时候作成灰災 作成灰災的时候 有时候在第一时间 付接任的单位到底是谁 你们是要扶起什么样的职业 这个有时候潜力规则 有时候今天接这个记者会 来做一个理清 我是这样建议 建议应该我们不能开放 我们不能开放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保护的措施 会中议会的包括台港国家工程管理处 市府桓宝、萧峰和农业顶党委 以及桓宝拿主管党委任务局 加级任官处 也都派人来出席 因为山西文化楼 靠近桓宝拿 桓宝局长回应 平时会来加强桓宝 加强桓宝的红火畜施 至于保安岚的部分 在务局会应 因为目前 条开放山林的政策 现场并没有对人关系 但会派人来加强顺权 焚化厂本身它就有 自己单独的这个消防系统 所以野蛮厂跟焚化厂 目前看起来 最起码一些相关的配套 我们都已经先做了 那因为景林的那个防风林 那防风林躺若 防风林有什么状况 确实也有可能会 也有可能会迫及到 野蛮厂跟防化厂 所以刚刚议员有建议一下说 说防风林 这边是不是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管制 或是说 什么样的一些防护措施 那这个部分在林务局 或是台湾国家公园 这边假设有相关的措施 我们防风局一定会配合 本来山林火灾就是在 救灾防制环里面的一个災害 那我们农委会 本来就有设置一个 森林火灾的防救计划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每年在这个火灾之前 我们有一个准备的准备的工作 那我们都有准备好事 然后就说要先火灾的时候 我们就是依据我们救灾的应变的一个措施 然后来执行灭火 然后如果灾火完之后 以这里的林务 我们会再去造林 来给它博咎 最后议员也要求 刚才会将森林大火 列为重大灾变事故 另外建议上官团 在红红拿出入口 应该要设立金割白 也请集金的海巡署 岩减素可以加工来顺利 对到柴南中的红火行路边的水滴 也建议应该金融为小红的水滴 作为小红的输用 台湾新闻林跟彩虹报道